欢迎 欢迎 在父亲的搀扶下 特立拄着拐杖进到慈祭菩提家业的会所 这天他是心境志工进阶培训课的 其中一位分享者 在父母的陪同下侃侃而谈自己的梦想 几个月前的他因为节之后的伤口 护理不当 右脚肿得宛如向腿 慈祭协助他就医再进行一次节肢并装上一支 现在的他恢复自信 获得新生 这是慈祭在印度菩提家业举办的首场 心境志工进阶培训课 学员几乎都是年轻人 之前参加过岁末祝福的行愿演绎 现在都想搭上慈祭的爱心列车 家住斯隆家村的苏伦德拉 因为志工帮忙借走成功 所以也想亲自感受什么是助人为乐 慈祭在菩提家耶耕耘慈善 慢慢看见在地菩提种子萌芽 期待绿荫成林 造福更多有需要的佛像子民 大爱新闻 这是美志工 徐立珠 梁佩丽 李沁堂 杨文辉 印度报道